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 闪亮登场 方哥好 方哥好 周晋平老师好 老师们好 太像主持人了 这两个人 你一看就是主持人了 先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好 我叫温鹏达 来自辽宁 铁岭 各位好 老师好 我叫瑞格 来自于新疆阿克苏 我们先问职业行吗 我们要听职业 职业是主持人 你看吗 你看吗 还真对了 主持人往往长得都比较挂像 身高都很高大 然后主要也就是英俊帅气 真的吗 特别说出了自己的籍贯 来自辽宁铁岭 那长得一定差不了 快自己说什么 这个咱先不往后聊 先来聊标签 刚才那个标签说 方琼派我来打类 你们跟方琼是什么关系 我们跟琼姐是同事 都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节目主持人 同事 对 然后琼姐经常跟我们说 越战越勇这节目特别好 对 尤其是主持人 非常的优秀 你们两位得向前辈学习学习 我们就来了 我们就来了 我怎么感觉这不像是来打类的 就像来换主持人来的 我觉得也是 你们俩待会儿蓝灯还是红灯 我先把你们拍下去 为了保护杨帆 你看你们还挑拨关系 其实不用挑拨 这两个人都和我有渊源 对 真的 说起来我跟方哥认识的比 跟琼姐认识的时间还差 对 方哥母亲呢是我的恩师 是我的播音主持的启蒙老师 这样啊 对 所以他还是高中生的时候 我就见过他 对 我那时候是高中生 然后方哥是刚毕业 刚当主持人 他家里面全是方哥的照片 小时候爱照相 就我当时呢 也算是一个小斑草 你知道吗 女生看到我都是 哇 好帅那种 但是一看方哥家里照片 说这是谁 老师说这是我的儿子 哇 你的儿子结婚了吗 太帅了 每个女生的眼睛都是犯桃花 然后结果有一些 这时候就特别自卑是吧 对对 没有 当时没有 我心想照片那都是批的呀 对不对 结果有一天 方哥来了 一进门 整个女生都是 还不敢出声 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当时我一看 确实帅 方哥当时是戴了个大墨镜 围了个大围帽 戴领帽子 等会儿 我自己在家里边还戴墨镜 刚从沈阳回来 不是 也可能是红眼病犯 刚回来嘛 然后就武装的特别密实 然后只露个鼻子就能出气 其实那时候大家女生觉得帅吗 都看不着人 好吗 谁因为没看到脸 所以才觉得帅 一摘了之后真的帅 然后结果那一天正好 方哥是给我们带了一堂课 我带课 水瓶怎么样 您一直不知道 就我们之后一直在讨论 就方哥带王课那一堂课 是所有的人听得最认真的一堂 我说下来之后大家说 方哥讲得怎么样 帅 所以不是好老师 所以刚才讲这个小温 这是等于说弟弟 在铁领的时候 他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 这个旁边的这一位呢 也得好好介绍 这是我在传媒大学的师妹 对 我跟帅哥应该说是 直系师兄妹了 因为我是 这还有直系 对啊 当然了 我是中国传媒大学 09级播音主持本科班 你看都跟我有关系 今天你们俩怎么组团来的呢 我俩是夫妻 也是饮品组合 我俩结婚了 对啊 恭喜恭喜啊 谢谢谢谢 银幕CP 俊男靓女 其实真的有很多观众就看 说某位男主持人 和某位女主持人 他们在屏幕上多般配啊 生活当中如果是夫妻就好了 但这种是绝大多数 都停留在观众的异想当中 不过你们俩 既是搭档又是夫妻 对吧 对 我们两个是 先认识的后搭档的 这是怎么讲 因为我毕竟比他年长几岁 我刚毕业的时候 就去了那河北我们电视台 然后后来 过了两年之后 他去参加一个应聘的面试 一个比赛 对 然后去了之后 当时他的表现 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然后很多的台里的这个领导 包括编导们 包括像我在内 也都觉得 这个女孩太优秀了 主要是你吧 是吧 对 一见钟情当时觉得 然后呢 就慢慢地就是 台里面想把它留下 那怎么留呢 就开出了我这个条件 怎么就开出你这个条件 我算是一个杀手锏 也算是毛遂自荐 然后加了他的微信 给他发消息 穷追猛打 这段要详细认真的讲 当时加完微信之后 我特别开心 然后我给他发第一条 我发是 嘿 然后我现在 我看他回啥 结果 过了十五天 他才回 他回了一个 你俩就是 对 当时我就觉得 这女生挺幽默 长得又好看 然后就慢慢地 把他留在了自己家 明白了 你们的爱情火花 就是从一黑一哈开始 差不多 相处了多久之后 后来谈婚论嫁呢 我俩在一起时间 五年多的时间 现在已经在一起八年了 对 结婚大概两年多 刚刚结婚两年多 刚刚结婚两年多 但是我俩有一点就在于 我俩不是在一起 八年的时间吗 这八年的时间 工作 生活都在一起 可以说超过了 很多情留在一起的时间 不是 这个我就无法理解 因为你知道 你俩是在谈恋期间 还一块主持节目 对 居然还能 居然能走向结婚 什么叫居然 还能走向结婚 你知道很多夫妻 她是这样的 就是说 在一起工作 反而容易产生矛盾 比如说夫妻两个演戏 你看那个 比如张国立和邓杰老师 后来把姨菲都写死了 就吵架吵着 那有时候你一块工作 会有矛盾 因为大家都同样是专业的 你觉得你专业 我觉得我也专业 难道就没有觉得 对方不对或什么 因为这个工作一争吵 意见不统一 这个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但我俩反过来了 我俩是会在生活中 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发生矛盾了 但是上台了之后 如果我们要采访别人 还得洋装 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就是很高兴 很平和 对 而且经过主持的 几个小时 然后可能下了节目之后 就消气了 就这事有一个办法 这方法不错 台下比较吵得很凶 台上不得不说 你说那什么 说着说着 对对对 这气就过去了 对 她是一个特别贴心的人 就像我平常录像的时候 就算我俩分开录制 然后我做节目 比如时间长穿高级鞋 回家的时候腿会胀 她就会端然喷热水 放我床边让我泡腿 然后紧接着还会给我卸妆 然后还会做一个 全身的SPA按摩推背 天哪 她真的特别细致 这么做到这种地步吗 对 她贴心到什么程度 就是除了我日常录节目 如果出差在外地的时候 她都会尽量去开车送我 或者是从就是外地去探班 我以为说专门飞过 就给你做SPA 那没有 但是有专门过去 去给我做饭的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她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 不是 翻课 咱们能唱歌 我有点接受 我有点失不住了 消化不良了 我也是 我实话真是有点接受不了 对 她俩连十年还没到呢 你那意思过两年再看诗的意思吧 我说当那个前台词的意思就是 毕竟结婚时间还短 还短 对不对 对 有本事十年之后 你们再来参加越战越勇 看你们怎么聊 没错 看你来怎么聊 今天见到弟弟妹妹真的很亲切 这个不知不觉又回想 这个当年在老家的时候 和你们当年还是孩子的时候 在一起的那个时间 一转眼就快二十年过去了 对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都慢慢长大 不 应该是你慢慢长大 我都已经开始慢慢变老了 但是真的 你们取得的成绩 哥哥其实都有关注到 真的替你们开心 谢谢 谢谢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 但我发现你平时 他有嘉宾的时候 我觉得杨凡一直是 特别充满活力的 就是阳光的 有朝气的 今天嫌老是吧 不是 你刚刚一瞬间 特别有老父亲的感觉 就得哭泼他了 苦口婆心 对 未来是你们的 舞台也是你们的 加油 哥哥下去吧 好吧 好 谢谢凡哥 好 谢谢凡哥再见 好 谢谢 在苏婆马克逛了好的爱圈 像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液 幸福的食谱再恶不欺骗 我的优点要你白强不厌 在下半路上做了几支影片 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烟 幸福的时候想着你的脸 没有满牛火力也会出现 哦 小福奇 我的福奇 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 这一路有时期 都没有关系 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 对爱的定义 小福奇 永远放弃 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处讯 不计划你一句 也觉得甜蜜 多轻轻我们望着风 要明天牵手再努力 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 一直到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 还是老夫老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